欢迎再回到情报现场 我是主持人林依林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为你邀请到全台湾都认识的 罗吉桑就是吴念珍 而其实呢 他是一个真正一步一脚印 在台湾行走的 每一个人都 真的是从他的故事的里面 去感受到他所对台湾社会的 一个真心 其实一个真心的 那么不只是在电影 不只是在电视 也不只是在舞台剧 那么在广告片里面 都可以看到他努力的痕迹 那我想我们刚刚已经谈了 过了电影跟广告 我们要谈谈你的舞台剧 那么从人间条件 那么以来 就是你整个翻新的舞台剧的 一种表现的方式 就让他非常的贴近生活 要不要谈谈这个人间条件 这一系列的 一二三四 我其实就像刚刚 节目刚开场的时候讲过 就是说很多事情都是 无心插流 那舞台剧当初也是这样 只是建议人家说 你舞台剧可不可以都好看一点点 我说 我跟他们挤一个例子 我说我四岁还五岁的时候 我阿公背我去九份 看新曲就是舞台剧的印象 然后回来下大雨 然后躲在游应公躲雨 那时候的草地的味道 茶壶山的颜色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说就是因为看戏这件事情 会让我想到阿公这样子 我说那个戏我甚至还记得那种 竟然演到可以从窗户上冒出火光来 我说那个年代都已经这样子了 蛮厉害的 那我说你们为什么 那时候阿公都可以看舞台剧 为什么你们现在舞台剧 一定要大学生 要知识分子 每个人 惊得跟王八蛋一样 然后再去看那个 看不懂也要鼓掌 我说你能不能弄通俗一点点 我提供他们的概念说 通俗是这种功率 你要弄到通俗不低俗 那结束一种功率 那莎士比亚那时候的年代 它是在街头演给人家看的 对那才是 那莎士比亚那么伟大的 严姐街头人家看 你通俗有什么了不起这样 那时候就开玩笑这样 后来就讲一个故事可以弄 他们就说你弄吧 我就弄了 弄了就是因为舞台剧我也不懂 所以完全用做电影的概念 所以那时候怎样换景 什么东西有没有 没有人教你 没有他们弄了他们头脑脏 那我们就说 你要这样用灯光转换 用声音转换这样子 有没有 就是照我的意思 我也没学过那个 甚至那个舞台 我说要大到这种程度 因为你的场景很多 所以必须要转换 不可能那么多 所以就楼上楼下这样 所以其他都 最大的一个场景在两顿 那crew推得快疯掉这样子 但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你不懂 所以你的想象 你不被控制 所以第一集演完之后 观众从 你说明写这个戏只是想 传达什么 可是观众从里面抓到的 另外一部分不一样 你从问卷你就知道说 他看到那种情意 叫道义 他看到他们叫道义 那我就觉得 他们也从里面看到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有意思 我觉得那如果这样就应该 把台湾你说 慢慢已经被遗忘的情感 要不要放在这舞台聚来 所以就有第二集 然后就有第三集 写到第三集的时候觉得 东东都情意也不能那么温暖 然后第四集更狠一点 好不好来做一个反省 叫做知识分子的反省 知识到底是掠夺 还是一种服务 知识是用来掠夺的 还是用来奉献的 这样 所以我就写一个东西 两姐妹 一个是比较丑 又是不太会练书的 一个是很会练书 很漂亮的 那妹妹 这个姐姐曾经为妹妹牺牲很多 赚钱帮她练书 可是这个练很多书的姐姐 是不是这个家里之后 最大的助力跟帮忙 不是 她反过来可能看不起她的姐姐 认为你们都没练书 对 那这个戏出来之后 我觉得那个很怕 那时候觉得 你完全跟之前都不一样 可是观众反应很好 他们觉得 好像看到台湾现状 就是知识 不但变成掠夺 而且变成傲慢 在台湾这种现象 是常常发生的 就是台湾 你只要稍微怎样就傲慢 那我常常有一次 我就每次去大学演讲 我每次都跟他们 故意教他们冷水 我说大学考到现在 每个人都可以上的时候 大学只不过国中毕业 没什么了不起 不要高中毕业以前 高中之前认为自己还不懂 一到大学什么都懂了 没有那位置 我就是故意就这样子 那 这也许牵扯到自己对台湾的 知识分子的期待跟失望 两种复杂的那种情绪 所以就弄了四 那明年可能要弄五 那到底五是什么东西 我也还在犹豫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忽然又差出来 有一天他们讲说 其实台湾很多文学作品很棒 这些作家都老了 要不要把他们作品拿来改编成舞台 去让人家认识一下 因为他们作品要改编成电影跟电视剧的可能性太小了 你怎么去跟电视台谈 电视台那群人 他怎么可能会知道谁是谁 他一定乱改编 他说好啊 那就昨天又弄了一条线叫台湾文学系列 最清闻的清明时间 对 那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如果用十年时间 你最少可以介绍四个作家吧 对 就是这样 就是 那我觉得人生有时候会做一些事情 让自己觉得开心的 像这种东西是 其实这几年我做最开心的一些事情是 都不是跟这个有关 我做最开心的事情就是 差不多四年前一堆人在我家 然后天天骂政治 骂他快疯掉的时候 有个朋友讲说不要再骂了 要不要做一件事情 可以让大家开心的 不分难力都可以开心的 他们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开心 让小朋友笑是可以开心的 因为只要谈到儿子大家开心嘛 后来说好 那去319个乡镇演戏给小朋友看 然后募款 然后用国家剧院的规模 舞台要跟国家剧院一样大 然后全台湾这样走 我们四年来已经走了270几个乡镇 我们剩下40几个乡镇还没走 大概明年可以全部完成 而这个过程中汇集的那些募款人 到最后都变成非常好的朋友 也许这样透过这样一个走一招之后 他们各乡镇可以组成自己的 为乡镇可以奉献什么的一群人 就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我最开心 没错 对尤其介绍捐款人的时候 我觉得 所以骂人也开心 帮小朋友演戏也开心 对 你看他小朋友笑你是不是很开心 对 对啊 你会去问他你男的还绿的吗 不会啊 没错 对啊 好那现在我们来谈谈你儿子吧 这个怪怪怪的 就是你自己做舞台剧 他也来做舞台剧 最近吴定谦 而且请你不要生气 他长得比你帅多了 很多人这样讲没关系 他比你看起来 有气质一点点 表达好像也很厉害 也很会表达 那最近绿光剧团推出他的新戏 就是文明的野蛮人 那我有点不太明白 就是说你儿子为什么 能够刻画出一个夫妻的生活 很像是两对夫妻 就是从很优雅 后来就变很野蛮 就打架吵架起来了 就四个人来演这个戏 那有没有刻画师 你们夫妻两个人 打架吵架给他看 不是 不是 我想他会走戏剧 其实比我更有资格 因为他练本科 他是台大戏剧剧的 那他不承认受我影响 他不承认 他不承认 那不管 那其实他这个剧本 不是他弄的 这个剧本是东尼奖得奖作品 就是绿光剧场 另外一条系列 叫世界剧场 就是我们常常把 就每一年就拿一个 国外的一个剧本 那希望透过剧本 能够了解世界戏剧的走向 跟新的形态 那他这个剧本是2009吧 东尼奖得的 得奖作品这样 那其实这个戏很好看 它是我们都应该去看 这完全讽刺 不是讽刺 就是让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一个一面镜子 就整个故事很简单 就是两对夫妻 两个儿子在学校打架了 两对非常优雅的夫妻 一个是律师 一个是财务专员 这一对夫妻 一个是中小企业组 跟一个作家兼历史学家的太太 坐下来要开始谈 然后同开始谈 谈谈他都打架 而且不但打架 而且四个人 夫妻之间彼此都翻脸 对 非常有意思 所以叫做文明的野蛮人 对 其实我们在知识 跟职位的伪装之下 每个人都野蛮 其实这个总讲两件事情 第一 我的儿子为什么会有错 第二 我怎么会有错 对 不是你我吗 对 那你儿子不承认被你影响 那他有没有给你讨论戏 会 会讨论 他剧本 他还翻的 他第一版的是 应该是法文剧本 他有英文剧本 所以我儿子先翻给来 给我们这老先生看 先看一下 评比一下 有几个剧本 他翻的 我觉得 通常我们晚上就会讨论说 这个剧本 要不然 我觉得对 把它更贴近我们 或是我们能懂的 美式幽默 把它改掉成什么东西 这东西会 或者在工作过程中 他随时会跟我讨论 所以他在有时候还蛮吃醋的 就是你们三经半夜 那种man's talk会不会太多 你们在讲什么这样子 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不过大家还是很想知道一下 就是你对吴定谦的期待是什么 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在 他在做这部戏的过程中 你对他有新的认识 也对你的儿子有新的期许 我觉得是这样 他在做戏的过程中 反而他希望是尝到挫折 或是告诉他说什么东西 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你没有全世界为你服务 作为一个导演 你要解决所有困境了 这个东西让他去 我这样是累积经验 其实绿光的世界机场 要让新导演去做的目的也是这样 当你是累积足够的经验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创作 开始知道剧场本身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对儿子 老实讲 我一直认为小孩子 是独立的生命个体 他就他 他们以前问了 你其他儿子怎样 我说我其他儿子健康 幽默 乐观 朋友多 赞良就好了 只要朋友多就不会饿死 只要朋友多代表这个人 他EQ蛮好的 只要朋友多代表 他葬礼会很热闹 所以没什么好烦恼的 好 我们今天真的很难得 邀请到吴念珍导演 好像有点欲罢不能 也谈到他儿子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他的很多的想法 将来他的儿子 还会有更多美好的发挥 我也深深相信 我们这个社会 以拥有吴念珍 这样的一位 欧极尚为荣 谢谢他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所有观众朋友 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